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前 北京加拿大清政申请中心发出通知称 鉴于当前疫情形势将于2022年11月22日起关闭直至定行通知 根据网友收到的通知显示 此前预约的指纹采集已被取消 通知称 鉴于北京朝阳区政府发布的最新政策 所在区域内和民生保障无关的企业全部暂停营业 因此 加拿大北京签证中心将从11月22日起关闭至另行通知 这是继5月9日之后 北京加拿大签证申请中心再一次暂时关闭 除了北京签证中心 重庆 武汉加拿大签证申请中心 已分别于11月11日21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 此外 海关总署北京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也发出通知 因疫情防控需要 自2022年11月21日起暂停健康体检 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根据环球邮报的报道 加拿大最大的6家商业银行中 最少有两家大型银行允许借款人将部分利息成本 转移到抵押贷款所签本金上 以帮助他们应对不断上涨利率导致的还款压力 据报道 道明银行TD和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CIBC 将率先修改还贷政策 允许在某些情况下不涨房贷月供 增加原始贷款金额及房贷本金 TD和CIBC的浮动利率房贷产品 与大多数其他大型贷款机构的贷款类似 有固定的月供 贷款利率与加拿大央行额业拆借利率挂钩 提供同类浮动利率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中 蒙特利尔银行对于这种做法未知可否 但另外两家大型贷款机构 加拿大皇家银行IBC和枫叶银行SCOCIAL BANK 就表明不会允许本金增加 目前 加拿大央行的基准利率 已经从3月初的0.25%上升到3.75% 随着央行准备再次加息 借款成本增加 借款人每月的支付额中更多用于支付利息 一些借款人会发现 他们每月的还款额度中 偿还房贷本金比例非常小 结果引发银行的触发利率triggerate 该利率要求还贷者增加每月还款额度 以减少分期偿还的贷款总额 考虑到一些借款人可能会面临无利还贷的风险 TD和CIBC银行允许这部分客户召开触发利率 即每月不必偿还全部房贷利息 并将未偿还部分摊到房贷本金中 在未来分析还款中逐步偿还 两家银行都表示这个政策是为了给客户提供多一个选择 帮助客户找到更适合的还贷方式 他们将会主动与客户联系 帮助他们选择最适合的方案 对于有多少客户引发触发利率的问题 银行表示由于即将发布财报 他们拒绝评论有多少客户引发触发利率 对于借款人来说 另一个压力指示就是全额偿还贷款所需的时间 过去几个月里 加拿大主要银行发放的抵押贷款中 偿还期超过30年的占比越来越高 CMHC表示 如果抵押贷款的月供至少每5年重新计算一次 以确保贷款能够在最初设定的分期偿还时间表内还清贷款 那么负贪销就是被允许的 市场研究公司DortCoV Advisors咨询创始人Ben Rabdo警告 CMHC允许被担保的贷款金额超出初始贷款金额的规定 冒太大风险 他还认为这一政策会引起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当抵押贷款余额如果增加后 如果房主需要重新签订抵押贷款合同时 他们可能会受到巨大的财务重击 因为在续期时 贷款人必须使抵押贷款回到原来的摊销时间表 例如一个借款人买了一套房子 抵押贷款期限为5年 贪还期为25年 5年后续签合同时 他们的贷款人将重新计算月供 以便剩下的抵押贷款金额 能在剩余的20年内还清 这时候 有两个风险因素可能导致月供大幅增加 1.由于在第一个5年还款期内 利率增加而月供金额不变 导致本金偿还的部分不及预期 实际贪还期还被拉长了 2.在重新续缺贷款合同时 利率比最输定的是更高 这种情况下 如果原始贷款金额也增加了 借款人就必须在20年的时间里 还清可能比最初贷款额还要高的债务 这不就意味着之前的5年全都白忙了吗 高利率 高通胀的情况下 勒紧裤腰带付月供 债却越还越多 这利率转本金的做法似乎是饮阵止渴 在COVID-19疫情及通货膨胀持续严重的情况之下 年轻人想要稳定的独立生活确实有其困难度 到底哪些城市最适合Z时代 18到25岁的年轻族群生活呢 近期 由德国时尚连锁店皮克克洛蓬堡百货委托之下 由研究机构Uberianity Impact进行了调查和研究Z时代的人 到底最适合在哪个城市生活 这项研究分析了世界各大城市在各方面的表现 包括社会原则 社会影响力等进行评分及排名 研究结果显示 第一名是德国柏林 其次是瑞士的博尔尼和瑞典的斯德格尔摩 至于加拿大则有四座城市成功挤身100强 分别是温哥华 蒙特利尔 沃泰华和多伦多 基于统计数据 温哥华在世界各大城市中排在第60位 位于澳大利亚的悉尼和捷克的布拉格之间 众所周知 温哥华一直在全球最宜区城市榜单中名列前茅 可见而知温哥华这座城市拥有许多优势 在研究中 温哥华在医疗保健方面排名第四 是其余三个入选的江大城市中唯一一个卫业前十 而在国际化方面 温哥华排名第九 另外 在社会原则方面 由于温哥华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包容的社会 所以在性别平等和安全方面都表现良好 分别卫业第27和28位 然而 在心理健康服务方面表现平平 仅排在第41位 虽然温哥华一时被视为是一个对环境保护做出了相当贡献的地方 但他却在气候变化和音变方面排名第53 表现不如理想 温哥华排名较低的项目是生活方式和经济 虽然温哥华在音乐方面的表现还算不错 排名第39位 但在夜生活方面成绩差强人意 排名第72位 也是这座城市表现最差的一个项目 尽管温哥华在夜生活方面排名落后 但已经是四个入选江大城市中表现最好的一个 至于在社会影响力方面 温哥华的表现也十分非常平庸 只排在第49位 对于Z时代的年轻族群而言 能够接受到高等教育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因此城市的大学生比例也成为评分标准之一 可惜温哥华在这个项目中几乎垫底排名第90位 而其中一个Z时代最为关心的议题就是负担能力 根据以往的调查 温哥华一直被标签为世界上生活成本最昂贵的城市之一 住房负担能力并威 最新一项由圣路易斯的一家公共政策公司发起的调查 更加发现温哥华已成为世界上第三名生活成本最贵的城市 仅次于香港和悉尼 毫无疑问 温哥华在负担能力方面表现同样令人沮丧 排名第84位 只能说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适合生活在什么样的城市 适合与否也是取决于个人 那么在你的心中 什么样的城市才是最移居的呢 加拿大全国各地的圣诞树种植者表示 今年需求再次超过供应 导致库存短缺和价格上涨 许多人预测他们需要提前关闭农场 圣诞树出现短缺的原因 最早可以追溯到2018年的金融危机 当时圣诞农场的扩张没有跟上不断增长的需求 加拿大圣诞树协会执行董事 Shirley Brennan周二表示 在2018年 人们可能不会因为经济而扩大农场 现在我们正面临短缺 因为这一棵圣诞树从一树树苗到上市销售 需要8到12年的时间 他补充说 然而我们从加拿大选积学的农业报告中了解到 在2011到2021年 加拿大实际上失去了2万英亩的潜在圣诞树农场 这相当于3000万棵树 原因是在农场主退休或死亡后 没有人没有接管这些农场 在过去的几年里 一些农民采取提早收割的方式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Brennan说 疫情也导致人们对圣诞树的需求增加 因为人们花更多的时间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 与此同时 通货膨胀也从购物中心蔓延到农民的田地 肥料价格上涨了25% 拖拉机和设备运行的柴油费大涨 农场保险也大幅增加 与去年相比 今年圣诞树的价格平均上涨了10%到12% 一棵平均7到8英尺高的圣诞树的价格 可能在79到89人之间 这导致农民提供不同类型的和大小的数目 已满足不同的消费者预算 以上就是今天港农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